政府去年局部开放沙头角禁区给旅行团参观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明年初会启动第二期的话 范围涵盖中英界 沙头角是一个很特殊意义的地方 除了看到香港近代历史的缩影外 更加象征着香港和内地未来融合发展的机会 在明年年初我们的保安局将会正式启动第二期的开放计划 到时大家可以游览除了中英街之外 沙头角所有的地方 市民和团体都可以经过网上登记申请去参观